申命纪 第21章 在颐和华女神所赐女为业的地上 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 不知道是谁杀的 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 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 直量到四围的城邑 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 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 取一只未曾耕地 未曾附恶的母牛犊 把母牛犊迁到流水 未曾耕种的山谷去 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景象 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拣选了他们侍奉他 奉耶和华的名祝福 所有争送殴打的事 都要凭他们判断 那城的众长老 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 要在那山谷中 在所打折景象的母牛犊 以上洗手 祷告说 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 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 耶和华 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 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 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 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 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 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 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你就掳了他们去 若在被卤的人中 竟有美貌的女子 恋慕她 要娶她为妻 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 她便要剃头发 修指甲 脱去被卤时所穿的衣服 住在你家里 哀哭父母一个整月 然后可以与她同房 你做她的丈夫 她做你的妻子 后来你若不喜悦她 就要由她随意出去 绝不可为钱卖她 也不可当婢女带她 因为你玷污了她 人若有二妻 一为所爱 一为所悟 所爱的 所悟的 都给她生了儿子 但长子 是所悟之妻生的 到了把产业 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 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 立为长子 在所悟之妻生的儿子以上 却要认所悟之妻生的儿子 为长子 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 因着儿子 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长子的名分 本当归他 人若有顽梗背腻的儿子 不听从父母的话 他们虽诚挚他 他仍不听从 父母就要抓住他 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 本城的长老那里 对长老说 我们这儿子顽梗背腻 不听从我们的话 是贪食耗酒的人 本城的众人 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 这样就把那恶 从你们中间除掉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人若犯该死的罪 被治死了 你将他挂在木头上 他的尸首 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 必要当日将他葬埋 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 所赐你为业之地 因为被挂的人 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菲斯都到了任 过了三天 就从该撒利亚 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控告保罗 又央告他 求他的请 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要在路上埋伏 杀害他 菲斯都却回答说 保罗押在该撒利亚 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 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 与我一同下去 那人若有什么不适 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 住了不过十天八天 就下该撒利亚去 第二天坐堂 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 周围站着 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 保罗分诉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圣殿或是该撒 我都没有干犯 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问保罗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我站在该撒的堂前 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向犹太人 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我也不辞 他们所告我的事 若都不实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我要上告于该撒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 就说 你既上告于该撒 可以往该撒那里去 过了些日子 雅基帕王和百尼基士 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 在那里住了多日 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 这里有一个人 是菲利斯留在街里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 将他的事禀报了我 求我定他的罪 我对他们说 无论什么人 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职 为得机会分速所告他的事 就先定他的罪 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即至他们都来到这里 我就不担言 第二天便坐堂 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告他的人站着告他 所告的 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 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 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 是已经死了 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这些事当怎样就问 我心里作难 所以问他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 但保罗求我留下他 要听皇上审断 我就吩咐把他留下 等我借他到该撒那里去 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明天你可以听 第二天 雅吉帕和百尼基大仗威士而来 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 菲斯图吩咐一声 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菲斯图说 雅吉帕王何在这里的诸位啊 你们看这人 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 曾向我恳求呼叫说 不可容他再活着 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尚告于皇帝 所以我定义把他借去 轮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 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到你雅吉帕王面前 我也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沉奏 据我看来借诵囚犯 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诗篇第106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称献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 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凡遵守公平 常行公义的 这人便为有不 耶和华 你用恩惠带你的百姓 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 开你的救恩眷顾我 使我借你选民的福 乐你国民的乐 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 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 我们做了孽 行了恶 我们的祖宗 在埃及不明白你的歧视 不济泥你丰盛的慈爱 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 然而 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 为要彰显他的大能 并且斥责红海 海变干了 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 如同经过旷野 他拯救他们 脱离恨他们人的手 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 水淹没他们的敌人 没有一个存留 那时 他们才信了他的话 歌唱赞美他 等不多时 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 不仰望他的指教 反倒在旷野大起御心 在荒地试探神 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 他们又在营中极度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 亚伦 地裂开 吞下大滩 掩盖雅比莱一党的人 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 有火焰烧毁了恶人 他们在和列山造了牛犊 叩拜铸城的像 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 换为吃草之牛的像 忘了神他们的救主 他曾在埃及行大事 在寒地行骑士 在红海行可畏的事 所以 他说要灭绝他们 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 使他的愤怒转消 恐怕他就灭绝他们 他们又藐视那美丽不信他的王 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 不听耶和华的声音 所以 他对他们启示 必叫他们倒在旷野 叫他们的后裔 倒在列国之中 分散在各地 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 却吃了祭祀神的物 他们这样行 惹耶和华发怒 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 那时 菲尼哈站起 刑罚恶人 瘟疫这才止息 那就算为他的义 世世代代直到永远 他们在米利巴水 又叫耶和华发怒 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 所以他们惹动他的驴 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 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灭绝外邦人 白与他们混杂相合 学习他们的行为 侍奉他们的偶像 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 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 留无辜人的血 就是自己儿女的血 把他们祭祀嘉南的偶像 那地就被血污秽了 这样 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 在行为上犯了邪淫 所以 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 憎恶他的产业 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 恨他们的人就挟制他们 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 他们就服在敌人手下 他屡次搭救他们 他们却赦谋悖逆 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 然而 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 就眷顾他们的急难 为他们纪念他的约 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 他也使他们 他也使他们 在反掳掠他们的人面前 蒙连续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求你拯救我们 从外邦中招聚我们 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夸圣 耶和华 这个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愿众民都说 阿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也许你